要到蘭嶼去 好像是一定要從台東坐飛機 拉白耶 對 坐船 有耶 他們真的 那個很厲害耶 那個很大耶 那個坐船的一剛開始是這樣 然後等一下就開始這樣 然後再來的時候就 後面是這樣知道嗎 對 我有一個親戚住在那邊 那個他叫 他叫馬拉奧斯 那 他是一個 非常搞笑的一個人 然後 然後因為他可能 最近蘭嶼也有很多 很多事情需要他的幫忙 所以他就回去蘭嶼 有一次他跟我講說 你要來蘭嶼找我 好啊 那 你一定要坐船來喔 這樣 因為坐船比較好玩 你知道嗎 可是你要 可是那個 坐船的時間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你要先吃東西 好棒 你要先吃東西 對 然後他說 如果你很怕暈船的話 你要吃西瓜 然後 我 我還相信他喔 我還真的吃西瓜喔 哇賽 那個 太好了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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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在那個 那個 那個船艙裡面的 裡面的人 有的是抓 抓著那個 那個旁邊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窗簾 欸 有的是抓著那個 前面的椅子啊 然後有的是 有的是低頭 有的是 有的是 往 仰望的 然後還有 我還有碰到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 應該 應該算是阿嬤 他 他一直摸 他一直摸住他的那個 胸口 喔 我的心髒 喔 我的心髒 他一直講這樣 知道嗎 喔 可是 從 台東做到 蘭嶼 那個 那個真的是 那個是 需要訓練的 因為到那邊都 都把當車吐完 對 蘭嶼 是一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如果大家 有空的話也可以到 蘭嶼走一走 有沒有去過蘭嶼 有 有嗎 有 有 那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 騎摩摩車真的要小心 會撞到山豬 還會撞到那個 欸 那個 因為那個他們就是 就是 很 就很自然 對 他們也不把它關起來 什麼 對 這個地方 非常的漂亮 大家如果 有想要洗些東西啊 或者是 想要出去走的時候 去看一看 可以到那裡去 呼吸一下 新鮮的空氣 對 好嗎 好 好 可是他們在祭典的時候 不要去影響到他們 欸 因為他們可能在做法 好 等一下會換你 去當中吧 好 那個時候去蘭嶼 然後 學了一首蘭嶼的歌 叫蘭嶼情歌 然後回到 回到我自己的 家鄉台東的時候 就一直很想念那個地方 所以我把這首歌曲 叫思念蘭嶼 然後事實上 其實它是 他們蘭嶼那邊的 一首 情歌 叫蘭嶼情歌 今天唱這首分享給大家聽 是 曾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おしあても ただ雲のや なしあても 哦 白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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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愛你 我愛你 爸爸你愛你 我愛你愛你 我愛你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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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